大家好 这里是乡村你我他 现在的房价已经成为了人们经常吐槽的一个社会弊病 动辄几万的高房价 让想买房的人是喘不过气来 就像我们这里一个根本不上线的小城镇 现在的房价已经上涨到了五千多块一平米 为什么呀 为了给孩子娶媳妇 三代人掏空了所有的家底 而有些富人更是不惜债台高筑贷款 按揭把所有能动的资金全部投到了房产上 房价就像一辆受惊的马车狂风不已 还好在国家住房户草的政策下 这样的现象正在悄悄的发生变化 在我的身后是我吗 安阳古城水野特色小镇建设中拆迁的安置房 一共是19栋 这里是西区 还有东区的8栋楼 全部是18层的电梯房 而房价只有2700多块 相对于5000多的商品房 几乎是出现了腰枕 据说政府在古城改造当中 一共投资了是31个亿的资金 被拆迁的居民有一两千户 因为房价低 在前不久选房的时候 所有的住户都在想尽各种的办法 在增大自己的面积 小的变大 大的变多 一套增加成两套 两套增大成三套 其实所有的人都是一个想法 就是搭上这辆团风的马车 让房价继续上涨 从中牟利 那么房价真的还可以上涨吗 对此您有什么看法 据有关方面的统计 现在我国的住房面积 已经可以容纳40亿人居住 这是一个可怕的数字 虽然说法不一定准确 但是许多地方 大量的房屋空置 却是一个不增的事实 尤其是二手房的市场更是萧条 因为空大于求 现在是卖也卖不了 租也租不长 视频前的朋友 你们有没有这样的感受 其实房价暴涨这个事 早在08年以前 就像美国日本这样的发达国家 都已经出现过 但是最后难免是满地鸡毛 有一个词语叫次贷危机 说的就是这个事 有兴趣的朋友 可以上马搜寻一下 虽然现在我们的房价 不一定会马上暴跌 但是如果人们 还是肆无忌惮的投资房产 总有一天有人将成为 压倒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对此你有什么看法 欢迎在评论下方留言讨论 明天见